大家好 我是Richard 这个视频我想介绍一下 最好的策略方法在亚马逊得到2万美金一个月 然后我在这写了一个 做了一个小小的笔记 跟大家分享一下 做一个比较短的分享 如何利用这个方法 这个策略 2万美金 如果你利用率30% 40%的话 你差不多能赚的比很多高管都多了 你就能摆脱996 能摆脱这个现代社会的一个奴隶制度 OK 然后这个方法就是是目前为止 2020年最好的一个方法 能同时兼顾到你的一个品牌化 同时能兼顾到一些 除了这个品牌以外 你想卖的一些产品 我个人也在利用这个方法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方法 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策略其实非常简单 就是说 如果你有一个亚马逊账号 卖一个同类目的产品 你建立一个品牌 在这个品牌下 有四五个产品 然后你可以优化它的listing 拿到一定量的评价 产品包装都优秀 亚马逊PBC广告你也会玩 玩得到位 产品质量也到位 各种都到位 当然这种都是比较 都要你自己去学 自己去就是玩赚的 这些亚马逊的一个策略 然后亚马逊上产品 然后FBA的一个策略 当然如果你有一个账号 然后一个账号上面有品牌 然后一个品牌下面有四五个产品 这四五个产品都是在针对同一个销售群体 就是说当你在选品的时候 你就要选一个产品 你选这个产品的时候 你就要想 OK 那如果我选的这个是一个婴儿类的产品的话 我是不是我现在可以卖一个婴儿的毛巾 但是我可不可以卖一个婴儿的婴儿的吃饭的盘子 或者婴儿的帽子 或者你就要想一些可以搭配的产品 搭配这个产品来卖 在相同的品牌下 在这个账号上 你这个账号只是为了这个品牌 这一个品牌 你这个账号只卖婴儿类的一个产品 它只有一个品牌 就是这个婴儿的品牌 然后当你比如说 你是婴儿吃饭的盘子 然后baby silicon play 然后这个产品卖得好了之后 你把其他的一些婴儿产品都加上去 然后四五个产品在同类 在同一个品牌下 在同一个亚马逊账号下 已经就是慢慢变稳了 你就可以 你就这条路你就慢慢走稳了 走稳了之后 你有品牌的话 接下来就各种的 比如说拿review 也有好处 其他也有好处 就算你以后不想 你以后扩展去shopify 也是更加简单一点 扩展去独立站 而且如果你以后不想做亚马逊了 不想做一个网上的生意了 你甚至可以把这个品牌给它卖掉 把这个亚马逊卖家账号给它卖掉 你一般有品牌的亚马逊卖家账号 都比那些 没有品牌卖杂货铺一样的账号都贵很多 所以说你就可以 如果你想不想玩亚马逊了 你想回笼资金了 你可以把它卖掉 这都是可以以后的选择 那很多人就说 那我这时候就有疑问了 那我就限定我这个类目了吗 我还有其他那么多的类目 除了婴儿 我还有户外 还有厨房 还有运动 那么多的类目 那么多的金矿产品 那么多的机会 我都把那些钱扔掉吗 我就不卖了吗 我就算找到一个 其他一个金矿产品 但它是在其他类目 我就不卖了吗 这时候就要有我们第二个亚马逊卖家账号 然后这个账号 你可以什么都卖 什么类目都卖 只要是你有能赚钱的 利润高的 有机会的 这时候你都卖 就相当于你有两个亚马逊卖家账号 一个卖品牌的 走长远化的一个路线 我一直在说走长远化的一个路线 一个有品牌走长远化的路线 一个是做杂货铺 你想卖什么卖什么 怎么样建立第二个卖家账号呢 我在我的课程里面 有教你合理合规 可以通过亚马逊让亚马逊知道的 建立第二个亚马逊卖家账号 但是你也可以 呃用什么营业执照 用你亲戚朋友的营业执照 用第二个地址 或者用什么阿里云啊什么 去去建立亚马逊卖家账号 随便你都可以 这是就是我的一个 呃这个策略 我相信这个策略就相当于把 最好的部分 把FBA最好的部分给它结合起来 然后你也能最快最快的达到 两万美金一个月 三万美金一个月 五万美金一个月 但很多人他说那我 在一个卖亚马逊卖家账号下面 也能卖品牌化的 也能卖杂货铺的也可以 其实也没问题 亚马逊你想放几个牌子就放几个牌子 亚马逊不会管你 其实这样做也没问题 但我只是说你有一个鸡蛋 放在不同篮子里不是更好对吧 鸡蛋放在不同的篮子里 你有降低了风险 同时你有两个卖亚马逊卖家账号的话 OK 那这个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对被动收入感兴趣 跳脱 朝九晚五感兴趣 然后对一个互联网生意 对亚马逊FBA感兴趣 记得关注我的频道 如果需要我系统的亚马逊FBA的一个指导的话 看一下我的课程 亚马逊FBA决定者的课程 我还提供一对一四人的一个辅导 OK 那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拜拜